之前大师兄就领了这个杂役 和一伙同门师兄弟呢 是出去了一个多月 可惜呀 灵雾山脉虽然大 但是这灵石矿脉可没那么容易找到 他们呢是四处转了一圈 妖兽是杀了不少 但却连灵石矿脉的毛都没有发现 值得呢是无奈的回来 掌门和重副门主决定和其他门派联手 开启一个数千年前的领况 派一批练气器弟子进去青角妖兽作为试炼 这个试炼任务以主期单为奖励 大约呢也就是这一小半个月的时间内就会公布 这零九数量稀少 却能在这个试炼任务中派上大用场 是绝对分不得的 威严的青年呢是思索着 那个笑呵呵青年的话 脸上呢是渐渐的阴沉了下来 眼神不善的瞧着那个兽猴赵乾坤 还有走狱等人 他是暗自恼怒 原来他们争这零九 是为了这试炼任务做准备 看来呀也只有他被蒙在了鼓里 差点呢成了冤大头 这零九要是分出去 那就等于平白把夺取助击丹的机会呢是让给了其他的弟子 他脸色一变说道 哼擅自私斗破坏宫殿楼阁 罚你们闭门死过三天 不得外出 这坛零九就由张师弟保管着 他随手塞到了那笑脸青年的手中 走 威严青年不再理会众人 拿出一柄小剑是欲见离去 那笑脸青年是黑黑一笑 将那坛零九呢是扔进储物袋中 并从储物袋中呢掏出了一小袋子的零食 丢给了那个酿酒的女弟子 也是和其他的几名同行之人呢 一起跟着那威严青年是欲见离开 大师兄 这零九 兽猴青年赵乾坤还有走狱等七八人 看着掌门和副掌门之子 等几人呢把那坛零九给拿走了 他们是呆了半天却作声不得 众围观的青山弟子是纷纷地吹起了口哨 一阵喧闹之后啊 没热闹可看了 是纷纷地散去 那真是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这几个副门主的弟子 长老的儿子 遇到了更霸道的高层弟子 一样是只有吃憋的份 叶琴看到刚才这一幕 持有摇头了 这几年 他都在北营山前修 门派里的事情呢 知道的很少 今天才发现 门派里的兰衣高层弟子做事 竟然是这么霸道 真是明争暗抢 肆无忌惮 而至于这些高层弟子呢 又为何突然要抢着灵九 他已经猜测到了几分 估计啊 也是为了去做那个什么任务吧 这些蓝衣弟子 很容易获得各种内幕 已经呢 是开始提前准备了 灵九对于完成任务呢 肯定有不小的帮助 自然被列在了 抢夺的物品之一 至于众多像他这样的 普通的青山弟子 是根本没资格这样争夺的 这一场意外事故 耽误了他不少的时间 叶琴沉思了一下 没有在青丹山多待 在寿殿那时租了飞琴 前往其他几座主峰 去本门弟子聚集的地方了 他想赶紧换买灵草种子 才是正事 他收集到了不少的种子 顺便呢 还买了几块 酿制灵九所需要的 特制灵九区 把子府内的一小堆 火焰浆果 冰霜浆果 剥壳取了种子 然后呢 都给酿上了 现在青丹门内呢 是零食紧缺 不少弟子出售的灵草 灵丹 种子呢 是都在降价 叶琴虽然在 北营山的 废弃矿洞内待了三年 但是他身上的灵石呢 却并不多 废弃矿洞的灵石呢 是很难挖 一天呢 也就挖出个一二十块 种植灵草呢 耗去了大量的灵石 种植变异荆呢 又耗去了不少的灵石 挖矿之后呢 他又要炼丹打坐 也没有多少时间 去挖那些坚硬的石头了 所以三年下来 积累的下品灵石啊 也不过是 尽千块而已 这些灵石呢 都用来栽种灵草药 让它们呢 转化成价值更高的灵草药 最后呢 炼制成炼器级的灵丹 半个月下来 叶琴呢 天天在七座山峰的 吉时转悠 用灵丹呢 去换种子 已经凑齐了炼制猪鸡丹 所需要的八九十种灵草种子了 目前只差六七种 最珍贵的灵草种子 那就是三宝之 乌玉灵草 千诸果 普通炼器器弟子 根本没有这几位灵草药的种子 因为这些草药啊 只在师门的大药园子里 才能种得活 要把这种子 从看管严密的大药园子里 弄出来 这难度可是不小 叶琴寻思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迅速地往小吉市走去 这些天 他在各封的小吉市呢 结识了不少专门经商的弟子 这些经商的弟子啊 是门禄广大 青山峰 峰顶的一座 数公顷的大药园 一个练器器八层 橱农打扮的弟子 另外一个练器器七层的 胖子商人打扮的弟子 他们在那一片树荫下 是低声思语着 那个橱农提着药厨 是疑惑地说道 前胖子 你要这三宝汁的种子做什么 这个你别管 直接说多少灵丹 你才敢做 咱们十几年交情 你不会连这点小忙都不帮吧 每天都会有师叔来查药园子的 这个恐怕不太好办 别唬我 我还不知道吗 师叔是清查灵草的树木 又不会查种子 我又没让你拿灵药 只是种子而已 多一粒少一粒的 没那么容易被发现的 就算发现了 你就说不小心被虫子吃了 它还能为一粒种子 拿你怎么样 挺多 面壁撕过半个小时 哼 花得来的 你要的可是四阶的真草种子 师叔没那么容易糊弄过去 我冒的风险还是很大 嗯 这样 一粒种子 五粒聚气灯 低于这个树 我不干 出价真够狠的 行 我现在就要 赶紧去吧 一会儿之后 那姓钱的商人弟子 从橱农手中 拿过了一粒种子 塞入怀中 兴奋的是 飞快地离开了药园子 不久 前胖子来到了青山峰 移动阁楼的阁箱 他坐了下来 虚胖的脸上 露出了丝焦急之色 这笔生意 对他来说呢 那是相当有正头的 冒点风险 也知了 半日之后 叶琴和这名商人 打扮的弟子 在青山峰的一栋 阁楼的私人阁箱 碰面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那商人弟子 掂量了一下 装满了一小袋子的 十块下品零食的袋子 是暗暗窃喜 讨好的说道 这位师兄 果然痛快 下次有什么想买的 尽管来找我 我老钱 在这青山峰 很少有 办不到的事情 叶琴查看了一下 那粒三宝之种子 跟灵草药书籍上 记载的 那是一模一样 他平淡地说道 再说吧 希望你 别跟别人提起 这件事情 那姓钱的商人师弟 拍着胸脯 保证地说道 师兄放心 我老钱做了十多年的生意 一想是 手苦如瓶 没人知道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也没人知道 他们往哪儿去了 我看师兄 似乎也不是 青山峰的弟子 更不用担心 青山峰的长辈 会为了一颗种子 跑到其他峰去追查他 叶琴呢 是淡漠地点了点头 离开了阁乡 如果是他刚来的时候 炼器器五层 他是绝对不会动用 灵丹和灵石 去做这样的交易的 那个时候啊 他在青丹门 几乎是垫底的修为 根本呢 是没什么地位 随便遇到一个 居心叵测的同门师兄 便把他 像蚂蚁一样 能够捏死 但是现在不同了 作为一个炼器器九层的弟子 已经是炼器器弟子中 最顶层的存在 纵然有那么一点点的灵石 和数十里高阶灵丹 这也不算什么 同样的 也是没人敢轻易地 打他的主意 那位炼器器七层的前师弟 在他的面前呢 都不敢坑一声 如果呀 要是患在三年前 只怕还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紫府仙缘》 叶琴得了三宝之的种子 便离开了秦山峰 继续地到其他峰去了 他用同样的方法 分别把七八粒罕见的 灵药种子是弄到了手 这样一粒一粒地分开收集 别人呢 根本不知道 他在收集这些种子 究竟是用来做什么 他把所有的灵草种子呢 都弄到手之后 这才回了清泉丰的居住之地 在紫府内 他是慢慢地种植着灵药材 在叶琴搜集灵药种子的时候 清丹门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情 或者说呢 是灵药山脉的种修仙门派 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情 是终于公布出来了 包括清丹门在内 七大修仙门派 十二个修仙小门派 在同一时间 公布了一项试炼的任务 那就是万窟岭 洞窟试炼 便立刻在各大门派 种炼器器弟子中间 也是引发了剧烈的震动 万窟岭地处灵雾山脉的中央区域 夭手横行 环境呢 是极其的恶劣 本来是没有人会去关注这种地方的 但是在三千年之前 有一个小门派 叫火焰门的弟子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来到了这万窟岭 在山岭间呢 发现了一小片裸露的灵石 他是兴奋地一路挖掘下去 结果竟然发现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灵石矿脉 足够支撑一个大修仙门派 用上数千年之久了 火焰门的弟子呢 是立刻将这个珍贵的情报纸送回门派 没想到啊 是出了叛徒 带着这个情报呢 是投奔了大修仙门派去了 一个小门派 那是绝对争不过一个大门派的 火焰门见情报呢 被窃走 在愤怒之下 将这个矿脉的消息啊 直接就公布了出来 他的这种做法 就是不想让那个大门派独占 灵雾山脉各大门派 先后都得到了情报 立刻呢 都是率领大批的炼器器弟子 筑机器的弟子 是大举的杀到了万窟岭 如此大型的灵矿 关系到一个修仙门派的兴衰存亡 是谁都不肯相让 为了争夺灵脉的归属权 最先抵达的几家修仙门派呢 是大打出手 死伤惨重 但是随着数十个大小门派弟子的蜂拥而来 他们发现 任何一家门派呀 都无法独吞这样一座庞大的零食矿脉 最终 在各大门派 结单期老祖出面的主持之下 众门派之间呢 不得不妥协 平息了争斗 决定呢 由所有的修仙门派 联手都在这里进行挖掘零食 但是事情呢 并未结束 虽然决定联手开采 但每个门派应该分到的矿道的多寡 却有呢 严重的分歧 有的门派主张按实力来划分矿道的数量 有的门派呢 却主张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来划分矿道 最后 大家谈不拢 干脆所有的门派呢 都一起上 派自己的弟子那是四处挖洞 疯狂的挖掘万枯领 谁挖到零食就归哪个门派所有 能挖到多少啊 那是各凭本事 一旦两个门派之间的矿道意外的被打通 为了抢夺零食 双方的矿工少不了 在黑暗的地底下那是爆发一场血腥恶斗 各大门派的高层呢 也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根本呢 那是不管不够 这种毫无秩序的混乱开采 是持续了数年之久 正当各大门派在疯狂的挖掘矿道 抢夺零食的时候 他们呢 却没有注意到 这万枯领的妖兽啊 并不是好惹的 众多的矿道呢 是密密麻麻 越挖越深 意外的挖通了盘居在这万丰山的地底 那就是大群妖兽的老巢 一夜之间 被入侵老巢的成群的妖兽呢 是狂怒 肆虐了所有的矿洞 对矿洞内的低阶炼器七弟子 那是展开了疯狂的攻击 数十个大小门派死伤的弟子呢 超过了上万之中 几乎是各大修仙门派 抵达万库岭之后的 最惨烈的一次损失 在这一意中 光是被灭门的小型门派啊 便补下树家 这种门派之间呢 一直在勾心斗角 并不合心 突然遇到妖兽的大举袭击 根本呢无法抵挡 都只顾保存自己的实力 而指责别的门派呢 是不尽力的抵御妖兽 短短半个月之间 万库岭啊 是被妖兽时重新的占据 各大门派的修士 被逼退出了矿洞 损失惨重 死了那么多人之后 活着的人呢 是毫无斗志 被迫忍痛 是放弃了万库岭 这座埋藏有巨量零食的矿脉 至今呢 已经沉寂了三千年之久 数千年时间是一晃而过 万库岭的那场 妖兽狂潮血腥的大屠杀 早就已经被各大门派 忘记得差不多了 数千年前 各大门派因为万库岭 结下的恩怨 也随着岁月的流逝 更是烟一消云散 不知道啊 被遗忘到哪个鸡脚嘎拉里去了 现在 那些容易找到的零食矿脉 很大一部分呢 都已经被挖空 各大门派呢 都因为零食矿脉的日渐匮乏而头疼 在这种情况下 这座数千年前 曾经因为妖兽狂潮 而被迫关闭的大型零食矿脉 也渐渐的被各大修仙门派的高层 想起来了 只要这座大型零脉重新开启 少说也能解决各大门派 数百年的零食危机吧 至于数百年以后的事情 那就是后代掌门 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清单门的高层 偶然的冒出这个念头之后呢 心思就立刻的热气了起来 不过这事情 光是清单门一家呢 是做不了的 还必须找其他门派呢 来一起做 清单门吴瑞阳掌门 特意派了一名心腹 去见大罗门的高层 询问大罗门是否愿意一起行动 大罗门早在几年前 也爆出了矿洞浩劫的消息 正在为这零食啊 是焦头烂额呢 双方秘密的协商之后 一拍即合 两大修仙门派的高层 一致赞同重回万枯岭 彻底清剿矿洞内的妖兽 重新呢 开启万枯岭矿洞 清单门大罗门这一栋 七大门派中的其他五大修仙门派呢 也收到了风声 都是立刻的是闻声而动 不管他们的零食矿洞够挖也好 不够挖也罢 这种抢夺零食的事情 是没有哪个门派愿意落人之后的 就算是十二家小门派呢 也都嚷嚷着要挤进来 要是不让他们加入 他们呢就拆台搞破坏 七大门派呢也不好吃毒食 只能呢让这些小门派呢 也挤了进来 是短短的一年时间 林武山脉数百万里之内 大大小小十九家修仙门派 几乎啊都已经连同一气 决定重开万枯岭灵石矿洞 不过数千年遗留下来的那个问题 至今呢还没能解决 那就是这灵石是怎么分的问题 这个啊是个大问题 想当年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导致人心混乱 最终闹得数十家修仙门派是分崩离析 在妖兽狂潮中死伤 那是难以计数 还大败而退 灰心丧气之下 才被迫退出了万枯岭 现在十九家修仙门派 重新启动万枯岭的灵石矿洞 自然要吸取上一次的教训 免得再一次闹得分崩离析 丢了面子是小 得不到灵石啊 那可是大事 各大门派的高层光是为了磋商灵石如何分的问题 便足足耗了一个月之久 每一个门派都想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来分着灵石 都是几乎差点翻脸 好在 古汽门 清丹门 大罗门等门派的结丹期修仕是直接出面 将分歧化解 确定了一个临时分配的方案 终于把这件闹得不可开交的事情给定了下来 而这个方案 在灵武山脉十九家修仙门派 同时以万枯岭 洞枯试炼任务的方式 公布了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